1958年春 东风113战机设计方案拿了出来 设计人员把他的作战对象 瞄准了美国的F105 前面我们说过 F105绰号是雷公 美国在上世纪50年代初设计它的时候 是想用它来打核战争弹 因此在规划当中 它的主要任务是携带核炸弹 实施战术核攻击 同时它也可以外挂常规炸弹 执行对地攻击任务 而当F105卸下沉重的外挂之后 自身也具有一定的自卫空战能力 由于美军的F105最大飞行速度 超过了两马赫 它如同闪电般的飞行速度 被赋予了雷公的绰号 所以当时中国的东风113 就是以美军的F105作为目标 在飞行速度和飞行高度上 都想超过它 F105战机别名雷公 是美国空军第一种专门研发的 超音速战术战斗轰炸机 它也是美国空军有史以来 最大的单座单发动机作战飞机 并且因为其特大的内部武器舱 和一根下独特的前掠型发动机进气口而出名 数据显示 F105机长19.58米 机高5.99米 一展10.65米 最大速度为2.08马赫 最大飞行高度15200米 有资料披露 F105是一种复杂的战机 导致故障率比较高 虽然F105总共建造了833架 但到越战结束后已经损失一半 加上在越南战争中暴露了许多F105的性能缺陷 美军因此在越南战争后 加快了F105的退役进程 1984年2月25日 美军为F105举行了官方全退役典礼 这种战机最后全部被F4鬼怪取代